斗魄年番还剩下最后两集 从目前的剧情进度来看 硝烟三上云蓝宗很有可能做成特别片 云蓝宗的底蕴非常浑厚 按照苏千院长的说法 云蓝宗的综合战斗力丝毫不输韩风组建的黑盟 对比来看 硝烟的底子还是薄弱了一些 不过他相信硝烟 因为这个小家伙一直都在创造奇迹 为了组建强大的战力 硝烟还在努力拉人 大战林修衙和柳琴就是最好的表现 随着剧情的深入 硝烟三上云蓝宗的最终战力也已经给出了答案 没想到除了两个斗宗和三个斗皇之外 斗王的数量竟然多达22人 毫无疑问 动画组强行加强了硝烟的战力 先来看一下斗宗和斗皇的数量 毫无疑问 硝烟这边的斗宗就只有两个人 他们就是美杜莎女王和药王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美杜莎已经拥有四星斗宗的实力 药王醒来之后灵魂力有所提升 估计可以施展五星斗宗的战力 由于美杜莎和硝烟已经达成了合作关系 关键时刻美杜莎女王还是会出手帮助硝烟 别的不说 光是靠着两个斗宗撑腰 硝烟打回云蓝宗也很有底气 除了两个斗宗之外 斗皇的数量不会改变 三大帮派的老大全部到齐 无论是英古老还是苏妹 他们的实力都已经达到了四星斗皇 为了提升斗皇实力的皇级单 相信三个斗皇也会很卖力 至少不会在硝烟背后捅刀子 看完斗宗和斗皇之后 最后就要看一下斗王的数量 按照斗七大陆的基本战力设定 斗王之下皆为蝼蚁 所以斗王之下的斗者几乎可以不堪 硝烟之所以会接受灵修衙和柳琴的挑战 他的目的也是为了给两人一个台阶 毕竟两人都是五星斗王 如果有他们帮忙确实不错 嘉南学院这边 除了灵修衙和柳琴之外 林燕和紫妍也会跟着硝烟 因此嘉南学院这边一共有四个斗王 如果算上硝烟 一共就有五个斗王 萧门这边的战力也算不错 动画组还是没有偷懒 斗王三兄弟还是简单做了一个模型 按照三兄弟的汇报情况 萧门这边一共派出八名斗王 虽然没有斗王 但斗王的数量确实不少 最后剩下三大帮派的斗王数量 为了表示诚意 三大帮派也派出了实力强大的斗王大队 从动画的登场画面来看 一共有九个人玩起了斗气画意 如此看来 动画组强行提升了战力 这里竟然有九个王 嘉南学院派出五个斗王 萧门派出八个斗王 三大帮派派出九个斗王 汇总起来竟然有二十二个斗王 这样的战斗力确实可怕 假如云山看到这一幕 估计也会吓得瑟瑟发抖